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5.3全女卡池来了 混词角色安排 5.4长枪罗莉加空降丧女登场 5.3新活动总结 火神定位后台火 技能装无曝光 专属圣遗物来了 元神纳塔5.2卡池即将登场 除了恰斯卡 欧洛伦 纳维莱特 钟离等角色都要不爱 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 倩特拉利等角色 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5月3日 及后续卡池的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5.3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有关于5.3卡池的新角色 据说是火神马威卡 冰女倩特拉利 不过到现在为止 5月3日 卡池新角色的例会也没公布 按照以往的时间安排 这会儿也早就看到了新角色的例会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5.3卡池新角色的例会并没有公布 这波倒是被雪藏了 只能说感兴趣的旅行者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后续的相关消息 而说起后续5.3版本的相关活动 也终于来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一共有6个活动 分别是 常驻英游活动 版本活动 其中分为4个小活动 联机俄罗斯方块 战斗 赫卡 城市咸游 战斗活动 斗虫 跑酷 以及陈歌湖 圣遗物 提升指南和托尾的优化 这么来看的话 一斗在5.3版本 又要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于火神马威卡的技能定位相关 就目前来看 应该是偏速切 元素战技可以后台挂火 并进入夜魂加持状态 发生火元素反应时 伤害增加 且为队伍角色提供协同攻击 大招则是增强抗打断 夜魂增益 全队提供伤害减免 一命夜魂延长 协同攻击提升 二命火元素反应伤害提升 四命充能提升 六命则是释放战技后 武功与重击 协同攻击伤害提升 这么来看的话 大概率是后台或反应拐了 且大世界能力优秀 大世界跑图 则是根据队伍中 那塔角色的夜魂传递来改变 比如和队伍中的马拉尼传递 可以变成冲浪模式 火神的专武则是提升暴击 和攻击百分比 全队包括自己造成的伤害提升 搭配的专属圣遗物两件套 可以增加攻击百分比 四件套增加对处于火元素影响下敌人的伤害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原神那塔5.2卡池 即将登场 除了新角色 恰斯卡即将up外 两大人权卡角色 纳维莱特 钟离也会迎来复刻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5月3日 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本期就后续版本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2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在前段时间的前瞻直播中 已经官宣 就不多说了 5.3卡池的话 据说是火神马威卡 和冰女倩特拉利登场 复刻角色 则是最近提及较多的仆人 申贺 这么来看的话 5.34位 全女卡池还是非常香的 之前提到的莱欧斯利 贤云 温迪 水神 看样子 起码得到5.4 及后续卡池 才会登场了 而在后续的5.3版本中 除了两位新女角色的登场外 新皮肤也会上线 不过目前说法 有两个版本 有说是夜蓝的 也有说是胡桃 同时5.3版本 据说第二期离月混池也会开启 就目前来看 七七 克勤 甘雨 白竹 肖 达达丽娅这六位角色 大概率是金混池的 其他角色禁池概率较小 至于后续的5.4卡池 目前已知的 也就五星雷系长枪 罗莉 伊安三会登场 还有一位 则是道七空将女角色 叫做军月 定位星级 强度未知 不过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